黃毓基先生好像想回應 我知了一些資料補充 第一是 當我們公佈了說我們會考慮轉做 買了油龍電視牌子之後 是有一間主要的日本電視機生產商 是主動聯絡我們 就是說當我們決定用任何制式的話 他們就會將他們運來香港的電視機 是會再加多一個那個制式 無論我們選了A制式也好 B制式也好 C制式也好 他們就會跟我們選定的制式 是令到他們來香港的電視機 是有這個接收器的 那這間是一間 我不方便開口名字 但這間是一間 大家很主要加香港住宅用戶 都會用的電視機牌子 事實上 這也不是什麼特別的事 因為加多一個TUNA 只是講十元八元美金的一個成本 現在大家上網 你如果去找DNB850PLUS 你已經可以發覺 現在已經可以賣的了 就是一個接收器 是同時接收DTNB和DVB制式 已經是同時接收的了 已經是 不是神話 不是什麼Crystal Ball 而是今天已經有的 最後一件事我想強調的就是 現在是沒有技術方案的 就算是通訊辦的同事 自己一月份說可以走 到三月閉門會議 雖然到今天他們不敢白紙黑字 律師信回答我們 但是閉門會議和記者吹風 他們自己都是說 其實都是不行的 當普及的時候 但是普及只是說 不是很普及的 普及只是說五千戶 他們都需要執法的了 基本上這是一個死局來的 對方說到這一個死局 之間 太陽 真的 你應該不是說 你不能做 我還是說